带花你要唱年一代 我要把天花丢入康 为上国传我们藏水果 只要你一心爱歌 他是王小棠的《银幕初恋》 也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 李克明的扮演者刘曾庆 凭借英俊的相貌出道及巅峰 但六十年代却主动调离 回到家乡担任母后 更不幸的是 在八十年代因为一场意外而去世 刘曾庆 一九三零年出生于辽宁大连 曾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的刘曾庆 毕业后就职于大连的一所中学做教师 由于平时喜欢读书和戏剧 经常带着同学们组织排练多部独幕话剧 一九五四年考入北营场演员剧团 一九五五年受长颖邀请 参演玲珠文顺 联合指导的《神秘的旅伴》 饰演朱林生 他也是王小棠的《银幕初恋》 成功的表演受到长颖领导赏试 很快便掉入长春电影制片场 一九五六年 参演方颖导演的如此多情 扮演黎明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知道我是个公务员 你们这些老同志就是喜欢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 我真的是公务员 公务员又怎么样 你就是青草员 崔丝园 饲养园 动物园 公务员 那我也爱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真不高兴 好了 我相信你 童年在映志明主演的《虎学追踪》中 饰演刘明 一九五七年 参演苏李延公指导的青春的脚步 饰演萧平 过去 我对美兰思想上的缺点 很少展开批评 这是很不对的 现在看来 他犯了这样的错误 不是偶然的 你只要别人 谈着你 红着你 夸奖你 而不许别人批评 在工作上 你也是一切为了自己 就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意识 害得你 一九五八年 先后出演董克纳指导的《宝山之歌》 扮演杨克重 如果是本地的 是应该有棱角的 可是你看 这些矿石大半是椭圆形的 这就证明了 矿石是经过的脚汤事件的磨炼 很可能是外地 根据科学上的推断 也有可能是很早以前发大水冲来的 李亚林主演的徐秋颖案件 饰演何彬 一个月之前 我才知道 在我和徐秋颖之间 还有第三个人 刚才他说 要跟我结婚 他说马上回来 把什么都告诉我 我一直等了两个多钟头 那谁知道 印志明领衔的工地青年 扮演楚瑞 黄灿张旗指导的他 爱上了顾湘 扮演天成 1959年参演黄野导演的云武山中 饰演芳有志 童年在李亚林金迪领衔的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 饰演李克明 在银翼青直岛的海上神鹰中客串 出演于燕夫指导的笑竹颜开 哎 我不是叫你从工地食堂 带饭回来吗 怎么 你真的没做饭 我没跟你说嘛 今天检查卫生 没工夫做饭 好 回家给他算账 好 小赵同志 咱们俩的问题 算是解决了 解决了 哎 哈哈哈哈 1960年 与杨启天合作电影《十级浪》 扮演邓宝成 我直更在甲板上 望着朝霞映红的东方 看 波涛托起红太阳 祖国大地 万里金光 我亲爱的祖国 如今已不用雄击报响 只要党一声号召 1961年 参演郭振青梁音主演的《万牧春》 饰演王振生 303的电话线 可能被大方挂大了 你怎么能端定他在303呢 第一 别的电厂我都问过了 第二 车辆阻塞的车站 离303最近 哎 他能走着去 嗯 按秦密德同志的提起啊 很可能 这样他一路走着 就能了解发麻场的情况 好吧 这边爬里吧 好吧 同年出演李默然主演的《甲午风云》 进入1960年代 由于父母年迈和爱人的病患 刘曾庆不得不调离长影 回到大连加入了当地的画剧团 并在这里参与了一些画剧剧本的排演和创作 然而 这个时期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 这使得刘曾庆既承担了家庭的负担 又不得不搁置了自己的事业 导致他身心俱疲 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因为家庭才是事业的基础 1963年 受邀出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 他继续扮演李克明 此后 银幕中再也没有见到过刘曾庆 因为他退居幕后 潜心创作剧本和话剧舞台 80年代 创作并指导的电视剧《余光曲》 和巴木话剧《黄金时代》 标志着刘曾庆事业的第二春 似乎已经到来 但不幸的是 由于煤气泄露导致的意外 55岁的刘曾庆永远地离开了 昔日的英俊小生 留给观众太多美好回忆 事业的戛然而止 也让观众慢慢淡忘了 这位优秀的演员 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朋友 不知道刘曾庆已去世多年 关注我 带您进入老一辈电影人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